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以知cos的43度等于k 则tang的2023度等于多少 它这边要用k来表示 老师之前有讲过说呢 如果我们碰到这个角度不太一致的时候呢 建议同学换成锐角再做 那首先2023度这个角度实在有点太大了 我们就找它的统界角 因为同界角的三角函数值都相同 那2023呢,我们把它除以360 我们这边就可以放5 5的话是1800 好,所以我们的余数是223 因此呢,我们的tangent 2023度 就会等于它的同界角 也就是tangent的223度 那tangent的223度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说我们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要决定 第一个是要决定正负 那因为这个223度呢 角度在第三向线 那第三向线tangent值是正的 所以它就等于正的 那我们如果函数不改变的话 仍然是写成tangent的话 我们要找的就是与x轴的夹角 好,那我们画一个223度 这个是223度 我们会发现呢 它与s轴的夹角 那s轴这边是180度 所以它跟s轴的夹角呢 就是43度 所以这边就等于tangent的43度 好,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呢 就是相当于是给你cos43度 然后要你去求tangent43度 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一些 那我们怎么样由cos43度 去求tangent43度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因为它是锐角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角度是43度 因为我们的cos43度呢 等于k 我其实是可以把它看成是1分之k 那因为我们的cos的开头是c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c 就等于1分之k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43度的对边呢 就可以写成1的平方 减掉k的平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要算tangent的话呢 tangent因为它的开头是t 好,那我们就在右边的这个图上面 我画一个t 好,先扫到的是我们的分目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就会变成 分目是k 然后分子是根号 1-k平方